第一银行袍元大南分行 有内鬼倒走了600多万元 有行员是利用职务之便潜入金库 在每捆现金都抽出一两张纸钞 总共偷取了629万元 而第一银行自行揭露犯刑并报警处理 经过调查 行员没有挪用客户资金 因此客户权益也没有受影响 虽然第一银行有投保保险以防万一 但仍会像偷钱的员工就责处分